全台夜情三急境界 政府规定 禁止涉及五人 涉及十个人以上的主会 中华关的夜情 可怕因为近前拍摩球 拍摄的团报人 总共累积了三十个人较近 但是想不到 也许有民众没在乘 合并建访局为我发现 有民众为几君主拍摄 还有饮酒 几乎当中是马上开担处理 中华已经因为 马上拍摄团报人 已经累积三十六人较近 政府也一直保有民众 先暂停没必要的主会 那是违规最借罢了办 但是有人就是说不听 合并建访局这条检计 全公司在民众违规 困住泡白 当中开出五中华杂团 本分局于十四晚间 接获民众报案 在本辖东岸路某处民宅 有群聚违规的情形 经警方到现场查看 发现有五人群聚饮酒 并未配戴口罩 依规定搜证并开立 稽查单 全难依传染病防治法 还请张花县卫生局 采法六万至三十万元 合并已经放这出 为了票面 没有落实 法律规定的人 先为法律破口 中央家共学区来的欺责 也好有民众 不要跟自己的钱贴不去 多众华新闻也方有 合并采访报的 一般 不吝点赞 然后 这些佞 curve